欢迎回来 大陆农业部日前公布广东东莞活情市场验出机制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 不过邻近的香港到现在都没有宣布任何的应对措施 有议员要求港府不要屈从中共的政治压力 赶紧采取因应措施 广东东莞发现活机染H7N9禽流感病毒 立即扑杀机制和进行全面清理和消毒工作 国家企议员认为目前的情况很紧急 以致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 要求立即停止进口东莞活机 至今仍未得到当局的回复 大家都可以明白 每日都会有很多数量的鸡植 可能在东莞附近的农场进口香港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候要比较小心一点 而是停止活机的进口 他质疑当局迟迟不肯作出决定 是碍于大陆当局的压力 一些官员外遇一些政治的压力 或者是怕得罪中央 所以很多事情都未必敢去做 当然停止活口入这个活机 我们说如果会得罪中央的 都可能是会发生的事 国家企表示 香港与广东地区来往平民 当局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